哈囉,大家好,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集的《淡地風雲》 很開心見到各位 今天,我要來二次論述小地圖的重要性 說二次的原因為以前有講過一次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一下 雖然遊玩畫面是一代,但觀念一樣重要哦 本作也可以調整小地圖的大小及紋理 大小調越大能看到更多東西 但太大會影響遊玩視線 建議各位一定要去調整 找出最適合自己的大小 學會看並運用小地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小地圖能提供玩家很多資訊 諸如隊友動向、敵人位置、爆裂物的埋放地點 也就是說 提供玩家更多戰場資訊是小地圖的優點 有時候我想看小地圖沒顯示到的地方 就會按一下地圖鍵來放大 等看完後再縮小 藉此判斷下一步該如何行動 不過 五代小地圖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被降低了一些 原因在於本作的標記功能比前幾作都要弱上許多 無論是敵人被真塔兵標示出來 敵人被火力壓制出來 甚或是小隊員才看得到的注意箭頭 時間或範圍都下修了不少 先不論本作的標記功能是好還是壞 但有一點無庸置疑 小地圖依然會把被標記的敵人顯示出來 當小地圖以變空白不代表沒事 但小地圖出現紅點代表絕對優勢 小地圖顯現紅點時 你就要趁著能間接看清楚敵人這個優勢 決定進攻或防守 如果出現黃色注意標誌 代表小隊成員要各位注意此處 如果是紅色注意標誌 有一定機率會碰到敵人 以下片段是我利用小地圖來反殺敵人 我會先附上說明 快到時用紅色驚嘆號提醒各位 請仔細看小地圖 請各位注意播放音量 遊戲音量即將放大 有機制裁 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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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3 5 wagen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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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撤 今天介紹到此,感謝各位收看 如果您喜歡本頻道的話,麻煩高抬貴手 右下角有個可愛的浮水印 請輕碰然後訂閱喔 我是阿Ben,我們下次見